一天 師大尋找大師 大師選擇師大 台師大EMBA招生中 全方位企業主唯一選擇 投資的高股息ETF 總是起漲起跌 怎麼辦呢 別擔心 快搜尋00963 中信全球高股息 鎖定全球龍頭企業穩健鼓勵 00964中信亞太高股息 聚焦亞太政策紅利 跟享優習企業乘風起勢 00963-00964 讓股息投資找到新解封 00963-00964 同時搭載10元發行價 平准金 月配機制 10月二手日起募集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錢應享樂公開說明書 988新闻台 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台子期天收盤漲213點 收22,912點 盤中曾經上過23,000 加權值一樣盤金重回23,000 最高到23011 漲了352點 不過尾盤壓下來只有漲420點 对不起漲了242點 漲幅是1% 來到22,901點做收了 不過242點的漲點也不錯了 但成交量縮到3,500億 那期指夜盤目前下跌23點 主要是納薩克盤前下跌 期貨盤盤前下跌 不過跌不多了 0.3%左右 可是我們看到台積電ADR 目前上漲了1%多 每股已經來到188塊美元了 剛剛看到一個消息 就是摩根史丹利 發表台積電的報告說 下禮拜台積電發財報 舉行法說會 他們預估今年第四季台積電毛利率 有可能會從55%上升到55.5% 再上升0.5個百分點 同時摩根史丹利預估 未來5年 他看到未來5年說 台積電的複合年增長率 營收的部分 可以保持每一年在15%到20% 那如果說我們算這個20%的話 那三年就double了 營收就double了 所以摩根史丹利真的很猛 他看未來5年台積電的營收 複合年成長 會在15%到20% 好這個馬上來要請教阿文斯 我們今天節目現場 廣播直播同步的是 資深證券分析師廉潛文 阿文斯你好 摩根史丹利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台積電毛利率到55%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畢竟他漲價成功 而且現在目前先進製程 推展的蠻順利的 但是如果看到未來5年 每一年的營收增長 都可以維持15%到20% 這個是一個非常強力的 長期的營收增長 真的有這樣的可能性嗎 對現在的話就說 台積電這麼大的公司 四兆市值的話26 27兆左右 然後占大盤的群值 大概36% 那這麼大的公司 那年付的成長率 有辦法這麼大嗎 那我們這樣講 因為譬如說我們看先進製程 有5奈米有3奈米2奈米 那現在2奈米到目前為止 所有訊息的話是 一般來講是量力算高 那明年的話 它大概是3萬到4萬片 那後年的話 因為P1場 P2場 P3場 那現在又規劃P4場 P5場 那總共面積本來是18公頃 再多了P3P4P5的話 那大概可能就是多 變得54公頃 那從18公頃到54公頃的話 這代表就是說 每年2奈米的產能 這個3萬到4萬片的話 有可能未來的話 會衝到14到15萬片 如果按照這樣一個規劃 那是二六年了 對 二六二七 因為這個有時候 就是跟這個設廠的速度 這個有時候要有一些 所謂的時間差 這個是3奈米嗎 2奈米 2奈米 2奈米本來現在是 高雄P1P2在做 現在大概是1萬片 對不對 今年大概到年底1萬片 說明年會到5萬片嗎 理論上是3到4萬片 我看大摩說是明年估5萬片 因為一般來講 還要考慮到客戶 他的使用的情況 因為之前3奈米發生一個現象 3奈米第一年出來 沒人用 第二年只有一個蘋果用 到了現在第三年 也開始吉他淋發科開始用 為什麼第一年沒有用 因為本來這個7奈米是1萬美元 5奈米的話是 1萬6千塊錢美金 結果那時候3奈米一開始是3萬 沒辦法 從1萬5千 1萬6千塊到3萬塊太貴了 太貴了 所以那個時候 第一年沒人用 台積電他就把3奈米 本來他的光照是26層 他就把它降到16到17層左右 就降很多 價格就壓到2萬塊 壓到2萬塊 蘋果就用了 到現在的話 變成就是說因為開始普及了 那淋發科也用 然後英特爾也用 然後高通也用 所以現在量就會擴大 甚至可能他的量會衝到 10萬片以上 所以他也經過3年的時間 3奈米才開始那個 那現在2奈米的話 如果說明年是5萬片 但是單價 到底是3萬美元還是2萬4 因為現在報紙上寫說可能會賣到3萬 那3萬的話 那你看以iPhone為例 我現在賣好像賣得不好 今天有一個巴克來的證券 他怎麼評估 嚇死人了 因為之前的消息是說 iPhone的手機砍300萬支 他不是耶 他說現在銷售年減15% 年減15% 在之前一估都是年增10% 怎麼會年減15% 那待會就差25% 他說總total到年底的話 他們預估是摔退28% 就是眼前你所看到是摔退15% 那明年的話會摔退 到年底的話是摔退28% 哇他只估5100萬支 這麼差 這個意思就是說 好明年新的iPhone的話 那會不會去用3萬塊錢美金 他現在3奈米的話是 代工費用是2萬塊錢 那明年我如果說去用2奈米 他如果是3萬塊美金 那我現在iPhone就已經賣得不好 而且我是第一個使用 那我會不會去大量使用 所以明年會不會到5萬片 我是覺得3萬到4萬片 就是說可能高階的會用 那中階的 那個標準型的那些 可能就不會用 只有高階一部分會用 因為有4款嘛 有2款是評價的 有2款是就是說 Pro跟Pro Max 可能Pro也不會用 就Pro Max才用 所以變成我覺得說 明年的2奈米的話 大概可能就是 這個3萬片到4萬片 但是如果說P1場 P2場 現在未來要蓋P3 P4 P5 合起來的話 2奈米它的產能的話 會到14到15萬片 14到15萬片的話 一個如果2萬4 或是3萬塊美金 你把它換算 那金額會非常龐大 所以這個未來2奈米 跟3奈米的量 如果都沖到15萬片 這種水準的話 那個成長性是很高 所以現在有預估說 那這樣可能會有 1400億美金 那有1400億美金 那金額就很大 好 那我們就要講Corehouse Corehouse 今年的產能 一開始的話 大家估的話 是25萬片 那現在忽然間 那個今天花旗說 今年可以到35萬片 怎麼多10萬片出來 那明年的話 這個本來一估大摩是估53萬片 然後這個高盛估63萬片 今年的話 這花旗估70萬片 大家就說加一場 這個要設Corehouse的場 也還沒有看到 怎麼會忽然間 產能會增加這麼多 一開始估是明年的話 年底的話是到6萬5000片 現在已估到8萬片 那今天花旗估到9萬到10萬片 那為什麼會這樣估 他都因為他今天去買 那個群創的面板廠 買群創的面板廠 我們就說是面板啊 裡面的設備都面板啊 他要把它全部清光光 全部都改成Corehouse的 而且速度要很快 那全部改成Corehouse 以這個群創的廠房那麼大 面積那麼大 那個量的話 有原來的6萬5000片 來估到8萬片 甚至到10萬片 有可能的 因為那個廠很大 那一年之類的話 把它弄進去 設備弄進去 因為Corehouse本來 現在就已經量產了嘛 技術沒有問題 是設備的問題 一年的時間 把它量產 到所謂的這個10萬片 9萬到10萬片 其實都有它的邏輯推論 所以我們現在 講最後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 Corehouse 今年的量化的金額的話 是42億美金 那如果說按照 這樣可能到9萬片到10萬片 這樣繼續推下去的話 有可能它這個Corehouse的營收的話 是到230億美金 從40億到230億美金的話 那加上SOIC那些 把它弄進來 到這個新華資本 就是Alicina 它講說250億 先進製程有 先進封酸有250億美金 它這個數字這樣換算 也不是假的 Corehouse SOIC Info把它加進來 先進封酸有可能250億美金 250億美金 就幾乎一季的營收了 換算台幣的話 7000億就幾乎一季了 現在是42億 2026年的話 有可能到250億 所以你現在按照外資 這些都是最樂觀的 都是最樂觀的邏輯去推論 那你想想看 如果3奈米 14到15萬片 2奈米也是14到15萬片 然後Corehouse的話 變成金額從40億 包括Info或者是加SOIC 是250億 你這樣把 加進來的話 那這個負荷成長力 這個今年賺了42塊 明年賺了54到56塊 後年70到72 都有可能啊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一次突破這個235點 其實我覺得台積電 目前的架式的話 要去突破是有可能 那未來要供25000點 也有可能 但是要小心一點是 可能台積電 它帶動上去 很多的AI股票 方興未愛 Corehouse CPU概念 方興未愛 但是手機這次的營收很差 PC的營收很差 電影管理IC 區動IC的股票 雖然都沒有什麼漲跌 它反而是怎樣 會賺著指數培的差價 也就是說 大盤還是會把資金 因為沒有量 網通就一個 很好例子 網一下 什麼致意 起機都破年限 對 中壘那些 那些其實不是很差 但是因為大盤的成績上萎縮 資金就往台積電 資金可能往聯發科 往Corehouse 往CPU概念走 其他股票完全沒有量 所以變成漲 漲沒份 跌有量 所以現在最怕的一點的話 是賺的指數培的差價 一個人的50嘛 台積現在占大盤全中 已經快40%了 36%將近37% 好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請教阿文師 Attention Please 想搭乘日本經濟起飛號的投資人 請快到00949登機們報到 請問00949是要飛哪 00949赴華日本龍頭ETF 精神30檔日本龍頭企業 把握長線多頭格局 是佈局日股的最佳航道 哇00949我也想要 阿文師你覺得這裡有可能 未來五年的營收都可以估得出來 那個成長幅度 我覺得都是都是都是邏輯推估 但是我們這樣想 其實共沽的多魯郭江之際 你說像什麼這個艾埔啊 像以前金星科啦 那時候都沽一二十塊耶 後來一降的時候 降到買那時的 那現在剛好又把它升很快 也就是說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在漲的時候那時候都估非常好 但是實際上後來都消失逆街 而且一降 像之前M31的話 他可以從1800塊降到1000塊 一個報告喔一次喔 他不是1800 1600 1400 1200 他是1800 然後目標價1000塊 那你就認出了 你就想說說好 如果1800目標價現在是1400 那沒關係 再忍耐一下未來還有400塊的目標價 他會把你降到1000塊 啊我現在是1400耶 我已經跟你差400塊 你把我降到1000塊 所以這個有時候 他們谷歌都賣光光的 但是因為小型股 那個波動度比較大 那個獲利可能20塊 也有可能剩下5塊4塊 台積電變化沒有那麼快 好我們回來了喔 98新闻台 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台穿如果說看明年 看後年 這個預估的EPS啊 營收我覺得還OK 可以接受啦 但是看到五年後 你說看到了 2029啊 20230啊 那中間長期的變數太多了 對對對 但樂觀的預估說 每一年複合成長 營收有15到20% 我們就姑且聽之嘛 但是我是覺得台健畢竟是一個台股的支柱啦 那他好 我知我們也是樂觀其成 對對對 對不對 我覺得說我們現在2024年 我們看2025年 看到2026 2728我們就先不要去看他 不要去相信他 太多變數了 因為那個變數 因為AI這個不可能這樣的這個 因為你要想想看就是說 客戶是誰 客戶的話是微軟 Google 亞馬遜跟所謂的這個Meta 他們本身有那麼多錢可以做投資嗎 你看他們以前的資本 這個支出的話是1400億美金 好 那現在的話變成說已經到2100億 明年2400億 雖然他們現金流還蠻多 但他們還要養很多東西啊 所以他們能夠到2400億的話 我個人認為那個資本支出就稍微添崩了 那稍微添崩的話 他額後那個AI的下單量的話 還有辦法像從1400億增加到2100億 2400億這種水準嗎 那你已經到了2400 你可能以後就2500 2600 那你以後再增加的那個幅度 這幾家 而且你要問他就是說 你到底有賺錢嗎 你到底有賺錢嗎 因為之前也有這樣說 我已經投資500億了 就是說在之前 他說我已經投資500億 但是我AI的營收只有50億 我投資了500億 我AI營收才50億 那你今天那個OpenAI說 我現在的營收是37億美金 我明年的話會到120億美金 誰知道你明年會到120億 因為你現在是37億 明年120億 你明年如果50億60億70億 我都相信 那你下次估就說 我今年是37億美金 我明年是120億美金 真的會這樣嗎 那這表示說 市場那個需求都估得很高很高 那萬一沒有符合那個需求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 Google會再投資嗎 然後Meta會再繼續投資嗎 亞馬遜會繼續投資嗎 微軟會繼續投資嗎 搞不好他的資本支出 就從2100億 就降到1800億 降到1700億 還是很高 但是因為回縮不容易嘛 回縮不容易的話 那我投資就慢慢來 不要一下子 所以那時候陸行之就說 台積電你不要聽他們的話 一下就投資很多 你今年是320億的資本支出 明年你就360就好了 你不要一下子聽人家講話 就衝到420億 你這衝得太高你的折就費用提高 而且到時候他們都是重複下單 因為他們現在要不到會嘛 大家都重複下單 因為那個單子一退的時候 哇你投資400億 哇那到時候這個都空著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有很大的變數 就是說我們2025年我們看 2026年我們看 2027 2028 2029就先不要看 我們這兩年慢慢去觀察它的進度 然後如果進度很大的變化 我們再做修正 但是我覺得後面太長的時間的話 變數太多了 好那阿文是那台積電相關的設備啊 或者檢測啊 整個概念族群COAOS CPO 你比較看好哪一些 對我覺得第一個的話 我覺得這個系統廠商也還他了一個公道 廣達的話 引收已經衝到1550億 那以前廣達 這個要衝1200億的時候 常常沒辦法達成 那因為這BLOWER的話 這個第四季可能出貨量是40萬顆 明年第一季是70到80 所以明年第一季淡季的時候 廣達的營收 鴻海的營收可能都還不錯 只是說廣達跟鴻海 鴻海畢竟他有很大的部分是iPhone 那我們剛才講 伯克拉海既然說iPhone的手機是摔掉15% 只有五千一百萬支的話 這個單哪會影響到鴻海啊 所以廣達跟鴻海 我還其實是覺得所謂的廣達比較好 那如果真的話 應該是廣達跟偽創 因為畢竟那個主機板的模塊 那個需求量還是大 雖然可能你會用鴻海的 但是鴻海有時候有過熱的現象 也會轉到偽創這一邊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重點的話 是在系統廠商做AI伺服器的 這未來空間其實也算不小 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COWAS 很多的股票營收都沒有出來 那真的有出來是萬論 那未來這個所謂的這個加登的話 營收會從70億增加到100億 那我反而覺得這個趨勢會比較明顯 那另外一個均華的話 雖然沒有創新高 但是他往上的機會比較高 那至於另外像所謂的紅素 或是新盈的話 還沒有看得很出來 當然紅素可以解釋說 因為我都是子公司的啊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那個營收出來的那個情況 就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有個族群 那你說創新高的幅度非常大 就是探針卡 那探針卡這個旺系跟銀威 銀威有拉回來 那他們不是也掌握有一段的 但是他這個是怎樣 以前我們知道那個GPU的測試 是3到5分鐘 但是因為這一次 Blockway要出來的時候 成星這個有6個金屬層的光照 有一些問題 所以現在檢測改成什麼 15到30分鐘 所以你的檢測以前是3到5分鐘 現在是15到30分鐘 所以你的檢測時間長 你用量就會比較多 探針卡用量就比較多 第二個以前是抽樣的 就好像那個稻米 就選幾個稻米來看 沒有問題白白的很棒 這些米都沒問題 現在不是 現在是每一片 每一片都要檢測 不是以前是抽樣去檢測 那如果說每一片檢測 而且檢測時間從3到5分鐘 延長到15到30分鐘 那探針卡難怪它的營收 淫威或者是旺溪會創立的新高 所以原則上這些族群可能稍微比較好 另外的話是CPU的概念 其實聯亞看得很好 其他都看得很好 但是營收出來的話 那還好而已 但是聯軍的營收的話就創的非常高 所以就表示說 確實他有接到甲骨文的 雲端的一些訂單 所以營收表現很好 那今天外資有一份報告 有調高那個金星科 這是我覺得比較意外的東西 就是說它的營收 9月份的營收是和地把衝 衝得非常高 9月營收創立時新高 以前Risk5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電腦就是用X86 那手機用AM系統 誰用Risk5 有些人就說可以一起用 X86跟AM一起用 跟所謂的Risk5一起用 但是問題兩個用了會減速 所以不能兩個一起用 所以說用一個就用一個 所以Risk5有一段時間 PC也不用 手機也不用 但它現在AI物聯網的部分 大量的成長 所以金銀富銀金成長 所以大摩的話 就將它的獲利的話 做大幅調高的動作 那這些都是9月營收 表現比較好的一個族群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COAS的設備耳後拉伸的可能性 還是很高了 你包括像金頂 那金頂它雖然不是COAS 但是它是其他的設備 就是半導體的設備 那因為這個 這個台積電需求還是很強 它是石刻那一塊 對 氣象成績那一塊 對 就是應用材料 那一塊 應材的供應商 對 那個營收也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設備股 那你可以發現 9月營收開始有在拉伸的 那些族群的話 大家都可以拿出來做一個參考 但是有些的話 像資深啊 均豪那些 還是在成績 看不太出來的 那個就要逢高 可能要做減量 但是那個營收 真的有在趨勢 有往上的 那以後爆發性就會比較強 那注意這類型族群的一些 個別股 另外請教您一個 熱門議題 這個AMD發了新晶片 對不對 MI325 XAI的GPU 說呢 蘇之鋒說 我們這個比輝達的H200 還要強 我們的工作負載效能超過 NVIDIA H200 GPU 第四季要量產 結果昨天推出來 股價先漲後跌 而且還跌得蠻重的 對 怎麼會是這樣呢 AMD 他推出的東西 你看 電晶體的數量 都比輝達 同等級的 多40% 記憶體 DN用的量 HBM用的量 也都多很多 你如果6層 我就用8層 你如果說8層 我就用12層 就是說 它的硬體的東西 都是比那個 輝達好 但是 軟體不行 人家去軟 螺測的時候 發現就是說 奇怪 在速度跑的時候 AMD就是屬於 那個 那個輝達 大概8層左右 為什麼 如果用在 那枯大的軟體的平台 AMD的水準 就是輝達差6倍 輝達是AMD的6倍 所以重點是在哪裡 運作平台 所以今天 如果AMD 他在法術會講 我現在的LockM 就是他的運作平台 現在越來越強 我覺得股票會漲 他現在說 我的硬體越來越好 但是硬體越來越好 你每次都這樣 但是你實測你就輸人家 而且在 Cuda裡面的話 你輸人家 所以你在LockM的話 就是說你在運作軟體 就好像很多人 想要用蘋果 因為蘋果iOS的軟體 很順暢 那Android系統 因為開放型 有時候難免會有一些 所謂的bug 或是怎樣 就比較會有一些問題 這個所謂的Cuda 虧達已經 研究了17年 這17年 花了多少錢 虧了多少錢 才把這個護城盒 弄得非常棒 所以你現在AMD的話 你的護城盒 叫做M的話 跟Cuda差太多 所以你硬體再怎麼好 你就是人家的 所以現在為什麼 以前大家估AMD 可以賣120萬顆 它其實才賣 大概50萬顆 但是 輝達可以賣到460萬顆 就跟Intel一樣 Intel也沒有弄護城盒 因為它現在是高地的 AI晶片 但是它的那個 哈瓦那 那個就不行 所以原則上 就是要護城盒 才是一個關鍵 所以這是Cuda的厲害 厲害厲害厲害 非常謝謝阿魂斯